主料,碗鱼500克,主料,香油,盐,鸡精,大葱,蒜,仔姜,白胡椒粉,剁椒,豆豉,生抽,香菜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碗鱼,大葱,仔姜,豆豉,蒜头,准备好,碗鱼在买的时候,就已经换好鱼鳞了,只要清洗干净即可,碗鱼斩块, 稍微大点的快,这个是切好的葱姜蒜,剁碎的豆豉,把切好的葱姜蒜豆豉一起倒入碗鱼中下少许白胡椒粉,生抽,加入了二杀剁椒,少许芝麻油,然后拌鱼腌制10分钟,腌制好的碗鱼肉,已经装盘,蒸锅烧开,把碗鱼放入大火蒸10-15分钟,我蒸的少,蒸了不到15分钟就好了,出锅, 撒上香菜装饰即可享用了,烹饪技巧,清洗的时候要清洗掉鱼皮身上的粘末,蒸的时候不宜蒸的过久,那样,大鱼肉会老,不会嫩滑,如果用碗鱼打蒸的话,会更加美味,鱼肉适合做酸菜鱼代鞋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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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